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19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4月2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由傅政华的这件事情呢 我想再进一步的补充一下 我认为在处理傅政华的这个通报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句说 这个傅政华呀 对党和人民长期不忠诚 那我在前天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公布了一个我的个人的一个经历 就是呢 我的军校大学同学群里面 我就发现这里面呢 太多的恨国党了 他们就是把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完全是置之不顾 完全是站在这个利益的对立面上 站在中国的敌人的一面 中国敌人是谁 是美国 他并不是说呢 凡是对中国有利的我就支持 凡是对中国不利的我就反对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是这样的吧 但是他们不是 凡是美国反对的 他们就支持 凡是反对美国的 他们就反对 像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的 在我们的同学群里面 被他们嗤之以鼻或者是公然的抵抗 我跟他们倒没有交锋 就是呢 因为我长期以来呢 我也没有发言 然后就是这两天而已 前两天 然后就发言就发了两天 第一天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的战争 我认为中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的问题 那我的观点肯定是说我们应该支持俄罗斯 对不对 哇 很多人就火了呀 他们倒没有说向我开炮 跟我争论 没有 他们是以脚投票 他们就毅然决然的退群 而且呢 宣称退群 不是说悄悄的就退了啊 有人就带头说 我退群 然后有人就说呢 我跟 我跟 明白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们可能是知道如果跟我辩论 可能辩论不过我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呢 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以退群这种方式 对我表示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让我非常的吃惊 那前天我的视频里面 我把我这个私人的这个事呢 个人的这个经历公布了以后呢 我没有想到啊 引起来了太多人的共鸣了 很多人都反映说呢 他们的大学群 也是群聚着这些恨国党 恨国成了一个政治正确 甚至呢 还有网友呢 跟我反映他们跟我一样 他们也是军校毕业的 他们的群里面呢 也都是或者是现任军官 或者前任军官现在是在政府任高位的 中高位吧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高位 所说的高位呢 应该是厅局级以上了 但是呢 同学当中可能还有大量的人 可能只是处级而已 但是处级也不低了呀 对不对 处级也不低了呀 这些干部按说应该在中国呢 起到中流砥柱的一个作用 可是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他们起到了一个蛛虫的作用 这个问题呢 本来就很严重 本来呢 就应该引起警惕 那我在前天的时候呢 还读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呢 应该把傅政华 把这个提拔傅政华的这些人呢 全部都挖出来 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有问题 是不是也是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都不忠诚 或者甚至于长期不忠诚 还有呢 就是昨天的时候看到有人留言 有的网友呢 就是说呀 说你这个年龄60后 对吧 你们这个年龄呢 现在甭管是在军队也好 还是在地方也好 基本上都是处于高位的 那有很多人呢 在中国当官是冲着 当官的权力后面的利益来的 但是呢 习主席上台以后 就大刀阔斧的反腐 因为反腐动了他们的奶酪 所以呢 他们就成为了恨国党 我想跟这样的网友说哈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的经历的话啊 你就会观察到我们这些恨国党的同学 他们并不是这两年变成恨国党的 他们是从小就是恨国党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说了 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代人能成为恨国党呢 就是因为在八十年代的大学里面 充斥着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思潮 如果你是在八九年以后 甚至九零年以后上了大学的话呢 那之后的人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在八十年代上了大学的话 这些人 这些学生 包括那会儿的老师 现在我发现呢 老师里面 就是我那会儿的中学老师也好 是大学老师也好 他们也生活过的 当我诟病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的那种态度 你能够感觉到 轻了呢 你能够感觉到他那种以沉默来表示对你的不认可 中了的话呢 他就有可能会发表一些 或者是转发一些 对美国有利的那样的一些帖子或者文章 总之呢 这些你都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 并不是说不明显啊 并不是说隐藏啊 好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就是想说 我前天我所读的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不对 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党的利益 对于国家利益 对于人民利益 没有任何伤害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对谁伤害 他就是主张挖出来傅政华他背后的势力 把提拔他的那些人都挖出来亮一亮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篇文章下架了 等于说我读那篇文章的同时 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呢 就刚刚读完 他就下架了 有观众朋友看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跟我反映说 那篇文章下架了 然后我去一看呢 果真下架了 等于说那篇文章呢 发出来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下架了 为什么 这个事情呢 反映出来更加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那篇文章能下架 就是傅政华的他这个背后的人 他的势力 他的同伙 他的同僚 他的同道者 把那篇文章下架了 一般人能下架吗 对不对 我的大学同学能把那篇文章下架吗 No No 这或者说是呢 就微信 掌握微信的网络管理的人 给他下架了 或者是管理微信的人 接到了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 网信办之类的 接到了他们的指示 而把他下架了 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 也就是说呢 傅政华的势力现在 他们还存在 他们不仅存在 他们一点都不避讳 一点都不避讳 按说傅政华要是下台了的话 他们是不是应该收敛 是不是应该和傅政华撇清决裂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吧 No 他们在继续的保护他 其实不是保护他了 是保护这个势力 因为那篇文章就说呢 要揪出来傅政华背后的人 就是他傅政华背后的这些人 不容这篇文章 是不是这道理 是不是这个逻辑 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我们就说到这呢 我就觉得就特别的可怕了 特别的可怕了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呢 前一阵我还说 怎么最近下马的这些个大老虎 都是政法系统的呢 全都是政法系统的啊 前两天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 还有一个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啊 还有网友把那个通告发给我 因为我出国之前 我是北京市常人区法院的嘛 是我同一个系统的嘛 有网友还跟我说 你看看吧 这是你的老领导不 竟是这个正法口的 那让人就想到呢 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那个叫孟宏伟 他是在国际刑警组织代表中国 在国际刑警组织担任官员 他是中国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 后来呢他就在回北京的时候呢 中国就把他给扣住了 那他那个案子现在也已经结案了 对不对 他就属于那种长期对党不忠诚 你想想看 他在一个国际舞台上 他一天到晚的就是一个甜美的那种心态 他的言行你想想看 对不对 很有可能就跟郭文贵没有区别 根据当时对孟宏伟的那个通报呢 就说党已经对他多次警告 但是他仍然不改 警告他什么 我们根据他老婆后来在境外 去勾结那些美国西方的那些媒体 打起来了反中的大旗 我们就知道 他老婆是刚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了吗 肯定不是啊 之前他们两口子就是恨国党来着 那政法系统最大的大老虎 就是周永康啊 在孟宏伟的时候呢 那会儿还提说就是呢 光口要肃清周永康的余毒 这个傅政华呢 其实也还是周永康的余毒 在党内呢就有这样的势力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什么 我不是跟大家说了我最近老看那些反腐的片子吗 其中呢说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陕西秦岭别墅的那件事 陕西秦岭别墅这件事呢 在全国在海内外都非常的轰动 那件事没有查处的时候呢 就是共产党这个集体 中国政府这个集体在背这个黑锅 老百姓的意见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呢就是习主席也得背黑锅 可是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了解这件事 它的实际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去看那些反腐的纪录片 你就能了解这件事的它的真相是什么 那些个别墅陕西的秦岭 本来是一个风景秀丽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各个方面呢 都是国宝级的那么一个地区 应该是国家重点环境保护的一个地区 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自然资源呢 想作为己有建了很多的别墅 那这个别墅呢越建越多 就使得当地的老百姓怨言载道 有些人呢就开始向中央反应 那后来呢习近平上台以后 习近平就做了批示 要求拆除秦岭的那些别墅 要求他们去调查去查办 结果怎么样 习近平先后六次批示 这个事呢才立案调查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从省长开始往下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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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全都是这些阳奉阴违的 他们全都把习近平都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你给我一次批示 我根本就不重视你这个批示 我就把你这个批示当成一个 说不好听点 说是呢那个省长当时拿到这个批示以后呢 都没有开这个工作会议 你想想看习近平的批示啊 说是就在上面呢 签了一个字签了一个月呀什么的 然后呢就往下发 然后底下会看呢 这一级一级都会看领导什么态度 领导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底下也就是敷衍呢 好 习近平一看这个问题没解决群众又反应上来了呀 让习近平二次批示 还是不管用 一直批了六次 批了六次 你想想看 习近平他的工作阻力有多大 这两天呢我还看到有网友留言 说韩美你不用担心 习大大现在呢他已经站稳了脚竿 一开始的时候 那种习主席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那个时候呢 已经过去了 所以你就看啊 对不对 如果说像秦岭这样的一个黑锅都栽到习近平的头上 那习近平真的是太圆了 太圆了 六次批示 才解决这个问题 习近平的这种执政理念 执政的下不去 下不去啊 习近平 关于这个网络 对不对 那习近平就更不知道了 抓了一个傅政华 竟然是网络上 关于 声讨这个傅政华 向他的背后的支持者 来开呛开炮的 这些文章 都会被在一天之内就下架 还得亏我给大家读那篇文章读的早 如果我再晚个一个小时 那篇文章就不存在了 我都不知道那篇文章是一个什么内容 以前的时候呢 我就认为中国网络上面 他们所删的那些 都是攻击中国政府的 我还说 如果你不攻击中国政府的话 他们能删吗 但是 谁代表中国政府啊 谁代表中国政府 攻击傅政华 以及他背后的势力 是攻击中国政府吗 可是 就删这个帖子的黑锅呢 也是习近平杯 海外的人 肯定得说 就我转发的那个帖子被删了 然后呢 有些人说 哎呀这个帖子被删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转发吧 那我的网友一去打开 打不开 就是被删了吗 那有的那个恨国党 网友 就在我微信的那里面 也有恨国党啊 也不是说全是爱国党 好 有的人就开始 阴阳怪气了 然后就开始 怎么样 还没 这打你的脸吗 是不是打你的脸 你看 共产党 又把这帖子上了 谁代表共产党 啊 傅政华背后的势力 能代表共产党吗 他们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 如果不打击他们 就得亡党 亡了党就得亡了国 因为共产党如果下台的话 谁能上台 谁能上台 就美国扶植一个亲美的呗 美国的机会就来了啊 是不是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通过这件事 通过我的视频 我不知道就是中国政府 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不知道习近平 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在前天 我那视频里面 就说出来了我的个人经历 我的军校大学同学群 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有很多人引起顾名 很多人说是啊 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很可怕 就是看了我那个视频的人 如果你还看了有一些网友的留言 然后呢 你再结合你身边 如果你身边真的是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一个75后 甚至于80后90后的话 你们不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 因为你们身边不会有这么多的恨国党 恨国党最扎堆的就是60后 并不是说习近平的反腐 动了他们的奶酪 他们才成为恨国党的 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美国洗脑 从小就被美国洗脑 那会儿就觉得说呢 如果你不主张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如果你不反政府 如果你嘴巴里面不能够 数出来一些中国政府的罪恶的话 那你就不高级 那你就不是精英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尽管是有很多人都转变了 现在看来仍然有大量的人没有转变 大量的没有转变 我不知道这个中央知道不知道 习近平知道不知道 说到中央他也不见得就是 对不对 周永康难道不是中央吗 周永康就是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 退休的呀 他退休已经这么多年了 他抓起来已经正常时间了 可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 现在仍然很嚣张 仍然很嚣张 傅政华都抓起来了 然后还在删这种帖子来维护他 当然这不是维护他 是维护他背后的势力 因为那篇文章 旗帜鲜明的一针见血的指出来 党应该肃清国内像傅政华这样的 对党和人民极为不忠诚的人 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这篇文章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赶紧就删了 有的人说还没 你应该把你的这些认识写信 直接给习近平 我不知道怎么给的 我不知道怎么给的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您的争论 麻烦 你 我也不愿意